鄉親我們繼續來看 台灣的武漢危險疫情 全台怕你申請大家本土核進個案 從疫情報告以來最多所理 而且也沒有失望個案 如果在我們中華館的部分 怕你猶豫維持人革進 不僅中華館政府的訪問工作 也許是以體管疫苗接種率為主 中華館的本土核進個案 連續12天維持人革進 PCR台減的人所也來突破10萬人 今天還是加零 剛才現場有講了 我們PCR的檢測已經突破10萬 那這個檢測的數量 還是會持續穩定的來上升跟維持 居家隔離人數26個 就是之前有位北部來的個案 匡列了將近十幾個人 所以個案數有點又上來 在疫苗注射部分 中央第五輪疫苗 已經發出符合主界黨簡訊通締 新一波疫苗注射疫苑定期 也還來開放 我們現在又開始開放給大家做疫苑登記 要注意一下 現在是讓這個疫苑登記 之前是讓這個預約接種 這是要做的 現在是要開始定期 要記得有定期才有疫苗 在前景象一段 中央一後市場 管長有往徽立也來提示 在那段中央一段 讓人去登記安心中宮 一點鐘有160塊 疫苗安心即時上宮的一個彈性公時 那歡迎我們這個 剛才要去做兵還沒排到 是說要退役 這裡退役的疫苗都可以來登記 時間是由1.110年就是今年到月 一直到明年的六月為止 另外在參院裡面用的部分 很多入口對價本的使用有很多問題 什麼可以用 什麼不可以用就很重要 像是保麗龍板 珍珠板 它一噴這個酒精 有時候這材質還會融化掉 所以它沒辦法用來適當的配合傾銷 所以建議不要用這種PS的材質 請看下一張 那紙板我們強調很多次了 紙板會吸附 也沒辦法做傾銷 所以紙板也不建議 為選舉強調 參院來用的價本就是嘴銷 民眾一定要很注意 參院的價值是不是比較時代增車 比較保養餐安全